欢迎两位 怎么认识的 跟大家说说 当时我们是在 一个群里边认识的 啥群呢 一个微信群 微信群啊 对 但是那个 干嘛的呀 一个抢红包就是朋友 我们两个有个共同的朋友 然后呢 然后就是 一来一去聊得比较熟了 有好感 所以就走到一起来 那学的职业呢 也是跟我有关的 我现在不是做的那个设计吗 室内设计 对 他学的是 室内装潢 你们俩这要好了不错啊 弄一公司啊 一个管设计 一个管施工的是吧 多好啊 怎么了 我觉得他特别不在乎我 我感觉现在 我就不是他男朋友 我也不知道他心里边什么位置 用我的时候就是来找我 不用我的时候 都有爱理不理的 你们俩现在是异地吗 我先问一下 对 是异地 你在哪 他在哪 我现在在石家庄呢 他现在在唐山上学 然后呢 然后就是 用我来帮忙的时候 人来找我 给我打电话 不用我的时候 若即若离的 爱理不理的 也不会来接我的电话 哦 为啥啊 男朋友电话的 那为什么跟你 就是不去接你的电话呀 你都把电话 都打到我父母那里去了 什么事都约束我 能不能有点自由 为什么打电话 给人家父母 我给他打父母 是因为 感觉管不了他嘛 就是他 老跟朋友出去玩啊 回去很晚 我说他 他也不怎么听 所以说我就告状了 管他这样 我觉得真的没必要 跟我父母去说 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成年人了 我也有自我保护意识 出去玩都是同学朋友什么的 都是关系特别好的 真的没必要那么做 我觉得他太约束我了 没听出来他怎么约束你 打个电话不接不就算了吗 但他每天都跟我打电话 他规定每天都给我打 二十分钟电话 但是我说我上课呢 能不能管会儿 他也不行 非得把那个 就算我在听一个讲座 他也要给我通着电话 把那二十分钟听完 不是 我说他这有多无聊 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老是欺骗我 或者隐瞒我 他朋友结婚的时候 我作为他对象 他回来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告诉我 他朋友结婚 告诉你干嘛呀 真是 我们本来就是 一地恋嘛 这不是 他回来的时候 也不跟我说 我通过我朋友 知道他回来了 我听明白了 是他参加朋友的婚礼 回了石家庄 没跟你说 那为什么不跟你说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我是经常管你 但是还是因为 你经常出去玩 有一天 我问他干嘛呢 在那玩呢 他在外边 跟几个朋友 吃饭唱歌了 再打会儿 就一直没有接 他平时也喝酒 我也知道 那会儿我就想 我是不是喝多了 或者有什么事啊 他不安全啊 我就开车 去唐山去找他了 去了唐山 打电话还没有接 我就一直打一直打 在路上 我也反复打过 还是没有接 去了之后 不间断地 一直在打 后来一个男的来接的 你一直打反不反 不接你就别打了呗 他就给我挂了 然后我就上去找他了 那天喝多了 在那躺着呢 那并不是这样 我觉得在他的 这家关里边 在我的心里 只能有他 就不能有我朋友 真的就是感觉这样 不不不 我不聊感觉的事 就是你怎么能 把自己给放多了呢 因为朋友聚会嘛 所以说 我为什么去唐山呢 我就是不希望他玩啊 玩完就不玩 他从你从十二桩开车 四个多小时 你又是大晚上的 太不安全了呀 你能不能对你自己 也负点责任呀 但是你每天玩都不玩 但是我也有自我保护 能力意识了呀 你没必要去管我这些 我都跟你 你自我保护你还喝得倒那儿了 电话都没法接了 都是同学 都是朋友呀 真的没有必要 我觉得 但是你不应该这样啊 隐瞒我 欺骗我 你不一样不信任我吗 你上我微信口 去向我男性的朋友 那你是什么意思呀 我不是想挣点零花钱吗 我不是为了自己吗 不是 就是我再做一个微商 就是关于产品的事 你就说你做微商 你怎么表达 然后他就去找个好友 那你每天跟男的聊那么多 都干什么呀 那也是关于产品的问题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都没时间搭理我 吃饭的时候 你还一直担着手机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做这个就是这样的呀 你多么时间陪我 现在跟打电话 你都根本就不接 我都不知道你有多在乎我 你对我有多认真 好好好 基本听明白了 他是很担心把你聊走了 是吧 对 因为当时 你当时不是这么聊回来的吗 对 又害怕别人聊走了 对 你今天来什么目的 我现在来想知道 我在心里边 是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什么位置 我是不是他的男朋友 行 一个一个来 他有多在乎我 我的天哪 他是你男朋友吗 是啊 他在你心里有多大的位置啊 其实位置 如果你的心里位置 是百分之一百的话 他占多少啊 占一半吧 百分之五十啊 对啊 我的妈呀 因为我也有自己生活嘛 行行行 他心里边特别抵触我管他 他也有跟我说过这事情 像这问题 我可以做出让步 他心里边如果在乎我的话 我就让他出去玩 少玩一会儿 你出去玩的话 你要告诉我 就跟我是小学生 他是老师 每天都有管着我 我干什么 就像汇报一样 但我觉得这样 太累了 你还想跟他交往吗 我心里边还是想 因为当时他有演员 还有他现在学的专业嘛 往后想的 就是想的挺美好的 除了一年来 也挺有感情的 你喜欢他什么呀 其实我想的也是比较远的 因为我快毕业了嘛 就是说以后工作了 就是互相有个帮助 哎呀 你们俩想的 还真不是谈恋爱的想法呀 这是他们俩最一致的地方 他不是学的专业的吗 原来他们是奔找合伙人来的 各位老师 你们看看他们这道爱情 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们彼此都是认为 异点链造成 你们之间的这个问题 是吗 对 那女孩子呢 您认为呢 其实关系我感觉并不大 为什么 因为干什么事 我觉得都有自己的空间 他就是管我管的太多了 那你心里可不可以告诉我 是真有50% 还是比50%更少 我现在真的不能确定 那你觉得你周围的一些男生 有可替代他的人选吗 暂时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 也就是潜台词说将来会有 将来哪个男孩子不管你 然后能够给予你更多的一些自由的空间 而且看上去也不错 碰巧也是搞设计的 可能就有可能会成为你的另外一个选择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就是每个人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彼此沟通非常简单 不用抽丝剥茧 到最后还探测不了你真实的想法 如果你觉得你管不了他了 就不要再管了 否则你会非常痛苦 你能驱车四个小时去看他 你害怕那个真相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们之间 应该学会平等地去交流感情 合适吗 合适在一起谈 不合适 不要让感情变质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男孩同样的问题问给你 如果他在你心目中满分是百分之百的话 他现在是多少分呢 现在 要高一点吧 比谁高一点 比百分之五十高一点 比百分之五十要高 那是多少呢 因为我相信演员 说一个数 百分之七十左右吧 百分之七十 行了 你们俩就别在一起了 真是不建议你们在一起 我真是 头一次听说 你爱对方多少 一个说百分之五十 一个说百分之七十 这是爱吗 你为了百分之七十 你要去找他的父母 说我要管住他 你要开四条这车 就要看看他是不是出事了 其实你都是在百分之百地为自己 你就想控制他 你要想知道他的千里之外 他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不是他安全的事 你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 女孩 你有一个优点 就是坦诚 你敢说出 他只在我心目中 也就能占百分之五十 说明你的心 根本就没在他身上 你回到了他所在的地 居然不去通知他 你根本就没有想见他的冲动 你不爱他 你是个追求自由的人 你是想自己还会认识更多的人 但是我只是提醒你一点 注意自我保护 谢谢 要跟自己的朋友一定的距离 明白吗 明白 不要让那些意外发生一些机会存在 好吗 好 就这样 谢谢 谢谢曲总 我认为他把你当成了爱人 你把他当成了玩伴 所有在爱情生活当中都有的 他都有 虽然他有些方式极为不正确 例如妒忌 例如担心 例如在意 吃醋 他都有 他分明是把你当成了恋人 但是你 把他当成了玩伴 或者说 在除了另外百分之五十以外的 一个陪伴着你 有共同语言 有共同爱好 将来可能有共同事业的人 一个拍档 在爱情生活当中 如果两个人 都相爱 那就刻骨铭心 如果两个人都逢场作戏 那就早了要搅散 最害怕的就是像你们这种 一半对一半 一个把你当爱人 另外一个把对方当玩伴 你我相信不是刻意的 你内心都不清楚 什么是爱情 你以为你跟她是爱情 你以为她是你男朋友 但其实不是 你磨磨良心看看 其实男人跟女人 谈恋爱的方式完全不一样 其实在担心 妒忌 在意 依赖的这几个关键词上面 其实女人在热恋当中 一定是超过于男性的 但是你没有 去到她的那个城市 怎么可能不会有点小激动呢 多想见一面 牛郎之女之间的四百公里 怎么可能会对她的一些问候 那么不闻不问的 即便她想管着你 因为我跟她说了 她就会一直缠着我 你说啊 你说了啊 她一直缠着你 一个缠字已经说明了 你是有多么的烦 真正的沉浸在热恋当中的女性 虽然会有不耐烦 但万万是不会用这个缠字的 我很少听见一个女生站在那个位置说 这个男生天天缠着我 你应该勇敢地承认说 其实想来想去 我没有那么需要你 我们只是有共同语言罢了 我没有那么爱你 我希望在待会儿的黄金六十秒当中 你们彼此说出自己真心的话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相处了这么些时间 爱错了 原来你只是我前进道路当中的一个伴侣 或者是朋友 而不是爱了 这样的话 彼此倒是能够清醒一些 就这样 爱的时候就是这样嘛 每天一个电话会说 你看他很关心我 爱得冷淡一些的时候会说 你能不能不要老打电话 我没事的 不爱的时候会说 太烦了 能够打电话干嘛呀 你不能干你自己的事情吗 该证明的其实都证明了 结果你们两个人心里其实都知道 女生啊 要勇敢一些 没了就是没了 好不好 好 好了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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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一会儿我们来看你们的选择结果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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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关门 看起来是男生好像在管束着女生 实际上你会发现说 女生其实想挣脱的不是被管束 而是要脱离某一段情感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也许他转过就是他明白了 其实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他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选择了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真实地面对了爱与不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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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